如果你認為這樣 舞台上的表演 是醜化的女性 明天開始 就沒有如花了 你們好好帶領她去工作吧 然後他們就不敢吭聲 也不敢回應 什麼都沒有 如花就繼續我的一顆心 沒有我的話了 如花現在會在哪 真的 憲哥愛哄醜化女性 沒有我如花會在哪 惠慈平復出 想當面道歉 好久不見那個歐百尬惠慈 他說他當年其實很感謝你 他想要跟你親口說道歉 因為他當時好像就是 脾氣不好啊 就是心情不好 就是會直接離場這樣 不會不會 我都愛護他們的 如花記得嗎 有一個那個婦女團體說 憲哥醜化女性 比如說戴絲襪套 對 這些單位 他們就沒事找事做 後來被我罵了一種 如果你認為這樣 舞台上的表演 是醜化的女性 明天開始 就沒有如花了 你們好好帶領他去工作 然後他們就不敢吭聲 也不敢回應 什麼都沒有 如花就繼續 我的一顆心 呃呃呃 沒有我的話 如花現在 會在 真的 舞台上最大的衝突點 信與暴力 這就是語言暴力 那語言暴力 我們真的跟他有仇嗎 嗯 一點點 哈哈哈哈 新加坡直播天王 賣魚哥王雷6號來台 再度Feed憲哥直播 但是雷 最近被十多家業者 盜用肖像 惹得憲哥揚言開擊 憲哥不是 去找一家工廠 然後拿一些貨來賣你們 好不好 會找一個工廠 然後拿一些貨賣你們 是他 是他 不在 不在 觀眾朋友 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沒有你們的話 我也沒有什麼存在的意義 我做的產品 大家有看到上面有我的照片 就是我負責 你要騙你去騙 你不要再用我的名字去騙 我們一告你 告到你的兩粒 LP都掉下 而憲哥的二女兒Vivian 日前順利 膽下女寶寶 就會直播憲哥公開孫女小明 也是愛出濃皺 她的孫子 我剛才看了一張 她私藏的照片 很漂亮 生出來第二天 雙眼皮就很厚了 新美眉 她在新美眉 憲哥當天抱到 那個新美眉的感覺怎麼樣 眼淚都快滴在她身上 我們的護士 抱她的時候一直在哭 我一抱起來以後 連哭一聲都沒有 然後很溫暖 然後 我說阿公跟你講話 也跟那個Sandy的小公的講話 媽媽的肚子 Sandy肚裡的金孫預產期 則是下個月 憲哥透露 這位即將生產的準媽媽 她狀態超緊張 緊張是一定緊張的 然後緊張大師啊 你看她領了那麼多 做金鐘獎了 她說爸爸我好緊張 我緊張什麼 我還是好緊張 我是完全無感 憲哥給Sandy一點鼓勵之類的嗎 有啊有啊有 我昨天才去看她 對啊她住在我的豪宅 然後她現在在裝潢她的房子 先住我的房子 那裡有很多房間 270坪 你要住哪裡 你就住哪裡 我買了個豪宅 然後我沒有住過 一瓶要一兩百萬那種 然後 我是樓上她樓下 我陽台很大 所以有一個提議 我可以爸爸隨時下來吃飯 他說不要 不要逼爸爸學蜘蛛人 你會反對你的孫子 進入演藝圈嗎 我沒有鼓勵 像陸西派 我是叫他離開演藝圈 但是他硬要進來 對我 喂 他說你有在乎我嗎 他說爸爸 我有在乎 你會不去 說甚麼 我一句話 你會不會 找人 你會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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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找人